比较特别一点,假设这是一位老师,每次月考或者每一次考试停完之后,他可能需要了解一下这一次每位同学,他的成绩跟他的名次 如果每次都要做完之后,你要经过程程关卡,计算取最高的四次成绩,平均最后再总成绩,最后有国文,数学,英文,每次都要做一次的话,很花时间 最好是做完一次之后,就直接变成一个按钮,按下去之后,最后结果就自动,自动会帮你放到这里来 下一次的话,再一次就清除,把前面的东西做完之后,按个计算成绩,成绩又出来了 那你可以马上知道说,这个同学的总分跟名次,这样不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吗 你就不需要怎么样,还要从头做过一遍 那只是说,如果这个按钮要怎么产生,那如果说你要VBA再写一次的话,花时间 所以如果有些动作,它比较有,怎么讲,有步骤性的,你就是把步骤怎么样 可以用一个功能,就是开放人里面有个叫录制聚齐 录制聚齐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前面做的动作,你可以把它录下来 但是特别注意,这跟录影一样,你也不能NG,你不能录了之后 要重来重录,所以你要先彩排过,先确定你的动作没问题之后,再把它录下来 录完之后呢,就再产生一个什么,按钮 它就可以把你刚刚录下的动作,全部再演示一遍 就把结果做出来 所以以后你的工作,不错,可以把动作录下来之后 以后做按钮,就可以完成你的工作 这是应该还蛮不错的功能 不过前提,你会发现录下来的东西,它基本上也是VBA的程式 只是说呢,是它帮你做完这些事情 那这些都是可分析的 绿色的字是我自己加上去的,本来没有的 那你可以怎么样,录完之后,自己在上面加什么 加注解,加了注解之后呢,你就知道原来动作有这些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做的动作,总共大概会有七个动作 你的聚集的录制动作就这样录下来,录下来之后呢,再做按钮就完成了 OK,所以第一个我们先大概讲一下,最后会做出来,会有个清除 清除就把这个范围清掉就可以 OK,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请各位开启这个,这个先可以关掉了 开启这个,练习的程式 那我们练习程式的话呢,就这个,把它启用编辑一下 首先呢,国文,数学,英文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三个页面呢,有没有什么共通的地方 有嘛,就是它的位置都一样,公司的位置都一样 所以,特别最好,如果你们将来呢 这个,做的公司的位置一样的话,你可以用多选的 国文先选取,按SHIP的键 再去点什么,英文 如果你有三个啦,十个,二十个,一百个,其实都可以这样做 只要做一次,全部,通通都做完了 前提是,位置要一样 你不能说,有几个位置不一样 那你做完的话,就会有问题 所以如果位置都一样的话,那你只要做一次 首先的话呢,日常纸笔它的需求是,只取最高的四次 最低的那一次不算 再做什么,做平均 那怎么做,首先的话,我们在上面 先用什么呢,最简单的方法 我用加总好了 把这五次加总起来 再怎么样呢,扣掉最低的 最低的那个函数叫什么,叫mini 应该有用过吧 最低分,那最低分的范围在哪里 这个范围,一样的范围 就把加总之后,扣掉最低分的 不就是扣掉最后面那个分数 刮胡起来,记得先减掉 所以先把它刮胡,除以多少呢 除以扣掉一个嘛,所以除以四 这样直接打勾,就会是我们日常纸笔了 OK,就是把最后的那个分数扣掉 其他的四次做平均 再来的话,日常查考的话 我们也从这边比较快 平均值,这两次平均打勾 OK,然后就把它向下填满 再来的话,就是学期成绩 那这边公式就跟前面那个一样 但也有两种做法 一个是什么,用等于,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这个层级,乘上这层级 特别说,五的地方要锁起来 不然等一下向下填满,会有问题 再加上什么,跟正一下,应该漏掉一个 常常都漏掉,这边还有学习态度 所以这个乘,乘这个 再加这个乘,加这个乘这个 这个加,这边少一个加 加这个乘 是不是点错了 L,加这个乘这个 加这个乘这个 OK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 OK,然后呢,把它锁起来 所以看到五的地方呢,把它锁起来 F4 逢五的话,顺便检查一下 看看那个位置,对不对 应该都是七列跟五列 把它做相乘 然后呢,再把它加起来 加起来之后的话呢 乘乘乘加,OK 打勾,就会是我们要的结果 向下填满 那填满完毕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发现 那你们也可以用那个三波档 三波档也可以 但是呢,那个范围要加豆点 第一个范围豆点 第二个范围豆点 也是可以做出来 好,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数学部分有没有做完 数学部分有做完 英文部分有没有做完 也做完 所以你会发现做一次 三个就通通做完了 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要把成绩 放到统计里面 特别至于哦 这个地方我建议是Ctrl C 那统计的部分 建议是不要Ctrl V贴上 用什么呢 选择性贴上 选择性贴上 贴上什么呢 贴上连结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是用那个 直接贴上的话 那可能怎么样呢 将来会有个问题 如果他成绩 假设这个打错了 应该是90分打成60分 那这边不就会改了 71.5 那如果你是贴上的话 他会不会71.5 不会啊 为什么 因为他是直接直贴过来 但是如果你是用连结的话 前面的成绩 如果有变更 后面也会跟着变更 所以这里的话 国文数学一样 Ctrl C C 然后呢 再记得选择性贴上 在这边有没有 按右键 选择性贴上 只有连结 OK 然后这边英文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变成说 要做三次 把这边的纸通通都带过来 那他就会是我们要的 就是贴上连结部分 总分的话也很简单 就是加总就可以了 所以把这个Sigma打勾 往下填满 那名次的部分 不晓得各位之前 我们不晓得用到 Rank函数 排名次 那排名次的部分 插入函数里面呢 会有一个找全部 我们打Rank Rank 那这个函数的话 其实也是一二三 三个条件 第一个呢 他问你说 你的成绩 因为排名次一定是什么 你的成绩 第二个是 你的成绩在某个范围 那什么范围呢 这个范围 你的成绩在这个范围里面 排第几名 后面有个Oder Oder是地增或地减 那地增或地减指的是 这个成绩的地增地减 就总分到底是 我们是高分在上面 高分在上面的话 就是地减嘛 对不对 所以名次一定从总分高的 排到总分低的 所以如果说要地减的话 就0或省略 1的话是地增 所以这里我们输入0 那等一下一样 我要向下填满 所以这个参考的范围 不能够动 所以按F4 特别重要 它的成绩 在这个固定的范围里面 排第几名 如果是0的话 就地增 1的话就地减 我们是用0 因为总分高的在上面 我可以按确定 确定之后 把它向下填满 OK 那就算出来了 不过呢 做完一次之后 我如果希望 可以把它变成按钮的话 类似像这样子 你们做完之后 要做什么 再录制去齐 录完之后 再变成按钮 就可以完成了 再加个清除 OK 先试试看好了 先把前面的这些做完 做完之后 其实也不用把这些清除了 你在录制的时候 油标放进去按打钩 它也会录进去 所以不用删掉 你可以 录完 先做完一次 然后回头彩排 步骤没问题 再录制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另外呢 这一个刚刚做完的结果 其实在我的云端白板上面 也有参考的解答 各位